- 玩具開箱時間 - 玩具開箱時間 - 玩具開箱時間 - 今天我們要開一個大東西 - 這個太厲害了 - 這個一定要請到 - 我們好朋友 - 耶 我覺得今天開場我們直接站著 - 因為接下來的東西我們也不用飲食 - 超大 - 我們今天到底要開的是什麼咧 - 看我身上衣服就知道 - 看我的衣服就知道 - 欸 我後面有東西嗎 - 你好像有一個小小的屁股的東西 - 錢包再次補不完計畫 - 喔喔喔喔 - 把它立起來嗎 - 對 你看 - 喔喔喔 - 你以為就這樣嗎 - 對 - 各位怎麼會做這樣 - 喔這真的要兩個人 - 你看 - 馬上站滿 - 耶 - 那找下來嗎 - 對啊 我們先把這張先 - 倒出來啊 - 給它看封面 - 喔喔 - 我都可以啊 - 沒有什麼我戶型 - 那是它的廁所 - 喔好帥喔 - 喔喔 - 喔 - 喔 - 它其實推出了一段時間了 - 喔是喔 - 這一款已經推出了 - 就是0號機 - 初號機 - 二號機 - 三支一起推出 - 有一段時間 - 耶 - 沒錯 - 結果我們要開箱就是由 - PRIME ONE STUDIO推出的 - 新世紀福音戰士 - 新取存版的二號機 - 喔 - 超帥 - 聽說 - 這個版本是EX版 - 就是 - 特別版 - 對 限量版 - 然後它這個有編號喔 - 像我現在拿到的這個 - 你看 - 這個就是161號 - 喔它總共 - 統統一是300號 - 喔它有分300題對不對 - 對 - 這邊有寫 - 300題 - 161 - 好我們直接開 - 喔 - 太帥了 - 哪有出去嗎 - 吸住了 - 喔 - 喔 - 喔這個明日香 - 明日香吸的感覺是這樣 - 哇好熱 - 你會被黃飄 - 喔 - 吸得好緊 - 有沒有卡住啊 - 喔 - 好 - 可以可以可以 - 喔 - 喔 - 這 - 城市 - 這像是底台喔 - 好可愛喔 - 還有小車車 - 有小車車 - 欸咻 - 欸咻 - 背面有東西喔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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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喔 - 161 161 - 這是輸出啊 - 它有稍微修飾一下 - 一般以往的底台 - 其實後面都是 - 樹色 - 它這邊 - 它這邊還有編號 - 第161體 - 其實沒有很大啊 - 就底台 - 這樣你跟我說沒有很大 - 欸這個不行 - 欸 - 我以為 - 這是那個 - 中島 - 我以為 - 我以為中間這個是那個 - 那個路標 - 怎麼凸成這樣 - 分隔島 - 分隔島 - 喔分隔島對不對 - 好那我們就把 - 這些廢墟城市先裝起來 - 應該是 - 先裝吧 - 喔 - 吸進去了 - 喔 - 然後這個底台整個初步完成 - 那就是一個 - 站後的城市 - 然後 - 再來這裡有兩個腳印啦 - 應該就是後續 - 讓二號機站 - 我覺得應該 - 這邊是正面 -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- 我也在想應該是這裡的正面 - 應該是這裡的正面 - 等一下會是這樣 - OK - 那我們再來開第二箱 - 喔 - 這個外箱又不一樣喔 - 剛剛是紅白 - 然後這個是橘白 - 哎唷 - 欸這分兩層耶 - 東西更多了 - 喔它應該是配件 - 太多了 - 對 - 喔這超多耶 - 喔 - 我看到我又暈了 - 好 - 好 - 這是第一層 - 然後裡面就是手嘛 - 然後還有一個肩膀的拘束器 - 然後還有一些特效件 - 哇 - 光這些小配件就佔了第一層 - 那再來第二層應該就是本體 - 喔喔喔 - 這是第二層 - 喔就本體了 - 喔我覺得本體應該要把主座請回來 - 上轉盤 - 喔 - 厲害 - 我們在督洞喔 - 看可不可以督準 - 一次OK喔 - 好 有有 - 喔有有有 - 進去了 - 這個督洞是看人品 - 進去了 - 哎呀 - 欸 穩穩的穩穩的 - OK -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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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喔喔喔喔喔 - 欸我覺得 - 哇整個這個鏡面的效果 - 非常好 - 喔喔 - 這款二號機要配件其實非常多 - 喔 - 它光是 - 手背 - 就給六支 - 超多的 - 就是三套不同可以換 - 肩膀的拘束器也是一樣 - 相對應有三套不一樣 - 然後特效件 - 然後加上這個 - 這個是它的背後的電廊 - 好像這一組套件上面 - 還蠻多地方 - 是有這種手塗的痕跡 - 有筆觸 - 我覺得蠻可惜的 - 因為像它這零件蠻大的 - 所以其實 - 做遮罩 - 對不對 - 應該是沒有問題 - 對啊 - 欸這光澤度調得不錯 - 它這個 - 它這個好就好 - 但你看至少這一塊 - 它鏡面是做得好的 - 它沒有上面給你一些 - 喔 - 渣渣點點這樣 - 欸不是啊 - 它這邊六個都長一樣 - 這樣 - 啊我怎麼知道哪一個要裝哪一隻手 - 它這邊有顏色欸 - 這是什麼東西 - 這是這裡面喔 - 對啊你看肩膀是不是也有 - 喔 - 它那個洞裡面是不是也有顏色 - 看下看下看下 - 可是這好像沒有 - 這隻好像沒有 - 這一隻沒有嗎 - 這隻不知道什麼顏色 - 看不出來 - 紅色 - 紅色在哪 - 這個是紅色 - 喔對 - 紅色 - 看我們兩個一起發工 - 這是懸民惡勞 - 可以可以可以 - 喔 - 基本形態 - 背部的電纜接上 - 欸它肩膀都是有磁吸的 - 所以會有鬆動 - 可是不至於都掉下來 - 應該不會掉啦 - 對 - 然後一個基本形態 - 喔帥我們Pane一圈 - 我的說明書這邊有介紹很多種型態 -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換給大家看 - 直接拆手 - 手直接拿掉就好 - 而且換很簡單 - 它其實就拔掉了 - 它基本上下半身都沒變 - 它就是靠上半身的手背在裡面 - 去做變化而已 - 其實這樣也是一個型態 - 就是當初那個使徒啾 - 喔有這樣過喔 - 它就噴鞋啦 - 它就啪就噴鞋啦 - 它明日香有哭嘛 - 明日香就跟它拚啦 - 就想要咬它 - 就找到啊 - 然後頭就啾 - 沒有 這隻頭就掉了 - 喔喔喔喔 - 特效件 - 雙槍帥 - 喔喔還有這個 - 它前面的這個特效件 - 喔喔 - 調正它才會那種 - 帥 - 喔喔 - 接著 -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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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喔這個就帥了 - 這個也帥 - 這個就帥了 - 這把不知道是不是它 - 第一次登場的時候 - 從天而降的那一把 - 大武裝太多了 - 而且這一把槍啊 - 欸這把 - 這把算狙擊槍還是 - 算是刺槍 - 我太確定這一把是不是 - 就是這把武器 - 它至少 - 整個 - 那種鼻子的感覺是有做出來的 - 帥 - 對如果它最後給我一個Q掉 - 我真的就 - 應該不會Q掉吧 - 它這個應該是 - 樹脂的 - 它應該裡面有 - 樹脂的 - 裡面應該有金屬 - 沒有欸它好像是PV - 欸不是ABS - 是嗎?塑膠件 - 應該是樹脂的 - 算我們就把它切掉了 - 喔好啊 - 這個是 - 這個第一個型態 - 然後稍微小改 - 就是改 - 它拿刀 - 新劇場版裡面才出現的版本 - 因為舊版的是 - 美工刀 - 很像美工刀 - 像美工刀還是像藍波刀 - 比較像藍波刀 - 沒有沒有是美工 - 這個才是藍波刀啊 - 美工刀是舊版的 - 可是我覺得另外也是有一個可惜的地方是 - 它既然都做這麼多肩膀 - 它應該可以做一個飛行裝備 - 飛行 - 對啊 - 總之 - 但整體還是很帥 - 真的帥 - 你看它黑色的這個部分 - 就消光的感覺 - 對啊 - 然後黑色還有做紋理 - 還有做一些紋理 - 哇我們這樣花了 -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- 做一個簡單的組裝 - 換裝 - 對它換裝的過程 - 然後還有就是體驗P1的設計 - 它一定有很多 - 比如說它量產的巧思 - 或者是它怎麼去讓這個作品在 - 這樣的基礎上面去呈現它的都市風格 - 畢竟它也是雕像界有點指標新的品牌 - 那比如說像它整個基座 - 它就是用這種 - 因為在我看來應該就是像那種 - 新東京市 - 第三新東京市的風格 - 它這個切面有點像是 - 因為那個都市啊 - 第三新東京市的設計 - 就是使徒迎擊用的都市 - 所以那個要塞都市 - 它每一個建築物都可以升降 - 所以在切面上會有做一些這種結構 - 機械結構 - 那種機械結構的感覺啊 - 然後再配搭上 - 上面這種舊化戰損的感覺 - 雖然它舊化戰損 - 因為它畢竟不像我們真的去做舊化戰損 - 會再丟一些石塊 - 它這個就是一個基礎的樣貌 - 那當然如果你是會再做一些 - 進行後製改造的玩家 - 你就可以再撒一些石塊粉末 - 讓它看起來就更逸真 -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做得很盡力了 - 你看它這個建築物 - 它雖然是做消光啊 - 可是它玻璃的部分它是有做亮光的 - 做出一個很像玻璃 - 仿玻璃的感覺 - 每一棟都有喔 - 所以它還是有做一些遮蓋 - 對啊 - 遮色的那種 - 然後再來就是它每一棟房子 - 其實它上面的這些刻畫 - 它的細節 - 就是它這種凹凸 - 然後斜角 - 不規則的感覺 - 都是仿造動畫裡面的這種 - 對啊就是跟使徒大戰一波的時候 - 會有效果 - 好再來就是它在道路上就有一些這種 - 戰損的車輛 - 小車車 - 雖然它廢墟 - 就是像我剛剛前面講 - 它都一團 - 可是它上面還是有做出一些不同的材質 - 瓦力堆 - 然後有水泥 - 對有瓦力 - 然後像這種鋼筋 - 我覺得這個底台也是非常用心 - 我覺得這種小細節 - 就是要去凸顯它的巨大感 - 對對當然 - 就是用細節去凸顯巨大感 - 這是幾筆啊 - 1筆144嗎 - 感覺是144欸 - 2號級這麼大 - 對因為設定上好像福音戰士比鋼彈大非常多 - 身高上 - 鋼彈六樓高嘛 - 對啊 - 差不多啦 - 如果照這個地台的比例鋼彈就這麼大 - 對差不多是這樣 - 大家想像一下 - 欸 - 欸 - 好那整體福音戰士它除了這個外面鎧甲 - 這種比較理性的感覺 - 那畢竟它的設定就是一個巨大生物包覆鎧 -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種類似包膠衣的感覺啊 - 或是像手背 - 尤其是手背這邊比較特型 - 特別是它肌肉紋理的表現啊 - 我覺得也是一大特色 - 它就是做出這種機器跟生物的衝突感 - 再來就是像這種標誌的移印 - 當然它肩膀上的這一塊好像是用 - 好像是用刻出來的 - 它好像是一個 - 欸這也是移印的 - 二號是移印的 - 可是外框的那一些顏色是直接立體雕刻出來的 - 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頭雕 - 它是單頭雕的 - 一個 - 像好像有其他版本 - 它其實最重點就是頭雕去更換 - 因為二號機它其實是可以上下打開裡面有四個眼睛 - 喔所以這裡還可以打開喔 - 它是上下各一起打開 - 我知道它還有四個眼睛 - 可是我不知道它怎麼開 - 怎麼說 - 趙玉也算是對福音戰士非常研究 - 熱愛 - 那其實福音戰士好像有分很多版本 - 喔對啊 - 那我們怎麼分得出這一款二號機 - 它是你所謂的什麼新劇場版 - 要從哪裡做 - 因為它有分舊TV版跟新劇場版 - 它最明顯的一個標誌當然就是腹部的這邊 - 這個白色的這一塊配色 - 像初號機、零號機、二號機、新劇場版裡面的福音戰 - 都有多一塊腹部的這個配色 - 之外 - 二號機還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就是它的機關 - 這個在舊TV版裡面是沒有的 - 喔 - 如果要分二號機也有點難 - 是因為二號機從新劇場版開始有超多不一樣的裝甲的設定 - 那為什麼它有那麼多裝甲 - 因為它本來就已經是設計成專門戰鬥用的量產機型 - 之外它在打架的時候常常大破 - 像你剛剛前面講的斷手啦 - 對它又改裝之後又出來又長得不一樣了 - 而且它在過程中它會瘦化 - 喔 - 喔 - 又變兩種 - 所以光二號機大概是全福音戰士裡面最多狀態模式的一個機體 - 然後再來畢竟它整個美金定價 - 因為我們在P1官網 -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P1很快 - 它美金定價是1299美金 - 如果換算台幣會4萬 - 差不多4萬 - 如果有興趣可以常有下方資訊欄有所有P1相關的資訊 - 不然是FBR或是它的官網 - OK - 那還想看喬老師開箱什麼有趣的東西 - 歡迎到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 - 喜歡我們的評估點點讚 - 喬老師的玩具開箱 - 我們下次見 - 拜拜 - 拜拜 - 大樓後面拿槍這樣 - 這屁咧 怎麼躲得下 - 對啊 - 這大樓再大一點啊 - 對 應該至少大 - 躲在101後面啊 - 可能要照...至少讓它撿 - 因為知道有些它那個建築物它設定是 - 身上來都大開裡面是一把步槍 - 直接拿出來就直接打這樣子 - 有啊 有人類啊 - 躲在地下 - 就是有一些房子是住人的啊 - 然後如果使徒來了它就會降下去 - 然後升上一些武器塔這樣子 - 最好咧 它太後來 - 那... - 喔 - 我無話可說 - 你就去看咧 - 太帥了 - 它會比一天屠龍劑好看嗎 - 一天屠龍劑好看嗎 - 好看啊 - 好啦 蠻好看 - 對啊 - 我看到...我一天屠龍劑... - 看完...我結論就是那個... - 張目劑真的是很雜 - 雜男無忌 - 我昨天...喔 幹...我昨天看到早上六點 - 幹...